很多小伙伴都问了呀 说 等等哥哥 武女的加速运用盒 到底对破音马机 有加速效果吗 嗯 全关闪 我是你的 欢迎来到第五人格实验室 我是明大纳哥呀 自从武女去除了debuff之后呢 武女玩家呢 越来越多了 再加上最新的P5联动皮肤啊 呵呵 哎呀 玩武女的 不是 武女玩家呢 好像更多了 所以这个皮肤 你们抽到了吗 那么本期视频呢 我们来解答一下 很多小伙伴们的疑虑呀 那就是武女的加速盒子 到底对破音马机 有没有影响呀 影响大不大呢 首先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武女的技能介绍呀 随身携带白银盒 在白银盒范围内呢 求生者和监管者的行为 及交互呢 包括 移速 板窗交互 破翼 椅子起飞 攻击呢 都会随着音乐盒 加快或者减慢 所以呢 我们也看到了呀 武女的盒子 是确定 会对马机的破翼 造成影响的 呃 一般呢 肯定不会用 减速盒子修机了 所以呢 我们来对比一下 武女在使用 加速音乐盒前后 破翼时间 到底会差多少呢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 没有加速盒子的情况下 武女修完一台机 需要多久呀 好的 大概呢 使用了74秒 那我们再放个 加速盒子试一下 诶 好像是72秒呀 基本没有差别 加速没有用 那我们再试一下 在破翼加速的情况下 两种情况的对比呀 嗯 有加速盒子呢 用了58秒 没有加速盒子呢 用了60秒 我天 还真的基本上 没有差别呀 那开大门呢 没有加速盒子呢 用了18秒 有加速盒子呢 也是用了18秒 诶 等一下 这难道 是我盒子使用方法 错误了 这怎么感觉 加速完全没有用呀 不会是武女 又暗次削弱了吧 哇 搞不懂呀 搞不懂呀 难道加速 只是动作的加快 破翼速度 并没有受到影响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看来以后 加速盒子 还是别用来修机了呀 都变成 减速遛鬼 更生呀 所以小伙伴们 知道这怎么回事吗 嗯 感谢观众点赞 评订阅 我们下视频见 拜拜 by bwd6 感谢观众点赞